记者林星汉基隆报道,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被罢免案将于16日投票,昨晚有电话语音自称群委会的罢免宣传电话,打到新北市第12选区选民家中,中央选局委员会今天发布新闻稿,澄清并未以电话语音宣报罢免投票,以报警处理。 发起罢免的安定力量主席孙继正表示,安定力量没有从事这项违法行为,安定力量秘书长尤信义说,时代力量不要因为一点是模糊焦点。 昨晚有戏指驱黄信退休公务员向本报反映,接到02-5573万5184语音电话,自称是选委会要他投下同意罢免票。 回播同一支电话号码后,又是相同的语音录音。 内容是,您好,选委会通知12月16日在本地办理罢免投票。 投票时请盖左边的同意罢免,因为黄国昌修改民法,推动同性恋结婚,对地方没建设,不听民意。 12月16日一人拉5票,全家来投票,同意罢免黄国昌。 中选会今天表示,不明人士假借选委会名义,以电话语音方式播送罢免按着投票宣导。 新北市选委会特别澄清,并没有以电话语音方式向任何人宣导任何罢免事项。 一公职人员选取罢免法第104条规定,意图时被罢免人罢免案通过或否决者,以文字,图画,录音,录影,演讲或他法,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之事,足以生存害于公。 众或他人者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时代力量新北党部副执行长李赵立今天指出,这绝对不会是时代力量他们自己做的,合理怀疑是罢免一方所为。 至于是谁,由警方侦办调查公布。 对此,孙继正表示,安顶力量没有从事这项违法行为,不排除像文宣一样是对方的抹黑手段。 安顶力量秘书长尤信义也说,昨天深夜才透过媒体知道这段影音,就让警方去调查。 他认为,时代力量不要因为一点是模糊焦点,因倾诉公布挺长茂的价值,因为有涉及会选之前,以正式听。